那个时间差不多 那我就先开始吧 因为一会儿还有Reception 大家可能想去参加 那个大家下午好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 能来到这个峰会场 坚持到现在 我个人也非常高兴 非常荣幸 能有这样的机会 跟大家去分享和交流 我呢叫我铁铁军 叫我铁铁军好了 我是来自VMI的这个Octo Octo就是这里的这个OCTO 它实际上是个缩写 是Office of the CTO 简单的来说就是CTO办公室 这是大的BU 那我属于BU下面的一个鼓务谱 我们鼓务谱呢 是主要关注在 这种短期的一个Coinnovation 那会跟我们自己内部的 这种R&D的Product Team 也会跟外卖的Partner 甚至Customer 一起去幅画一些新的项目 新的技术 那之前呢 我们研究的方向相对open一些 那我会做在这个 机器学习啊 边缘计算啊 还有一些虚拟化技术啊 还有像什么Web Sample 甚至硬件 Race 5啊 DPU等等 那接下来我们Team 会稍微focus一下 以后都会集中在AI上 那今天呢 也是带来了我们在 机器学习领域的 一个探索研究来展开 就是这里的主题 Boost Machine Learning on Hetergillius in Accelerate with Ray on Kubernetes 其实我相信 Kubernetes还有Ray 大家或多少都已经熟悉了 所以呢 今天主要突出的是 我们怎么去支持 这些Ego的硬件加速设备 去增强学习 增强机器学习 那谈到增强机器学习 你少不了要跟硬件打交道 那我们希望呢 支持全面一点 支持众多的加速设备 不单是这里面的这个 A年宝起来 我们还是希望做到 这个simile 无分的衔接起来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接下来去看一看 那今天呢 正在我这样 今天正在我这样安排 首先呢 会谈一下我看到 想解决的问题 在机器学习领域 那之后呢 会谈一下Ray 基本概念 之后会再引出我们 这个怎么去增强机器学习 后面有好多Demo 帮助大家有直观的 这个了解和认识 最后呢会谈一下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也算是结束吧 问题领域 其实就是这里的这个 Background 那就是我看到 关注并想解决的问题 那谈到机器学习呢 那这几年发展比较快 无论是这种传统的 云计算也好 或者新起的这个 边缘计算 Edge Computing也好 那AI的Workload很重要 它往往都排到最前面 甚至排到第一位 但是AI的Adoption 总是会依赖 硬件加速设备 那谈到硬件加速设备 我相信大家可能熟悉的就是 英文达的GPU 或者是你用CPU 像英特尔的CPU 其实呢 除此之外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硬件加速设备 比如说AMD有GPU Google它有自己的这个TPU 它还分为什么 Cloud的TPU Edge TPU 那即使我们回到英特尔了 除了它的CPU以外 它现在有很多 一系列的加速设备 VPU NPU FPGA 它实际上现在还在做GPU 这样的 那即使谈到FPGA 像LadyOne的Linx 它也有些AI的 这个accelerator 其实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这种 ASIC-based的硬件加速设备 基本上 这些主流的 Cloud Public 和Prada 实际上 它们都在做自己的加速设备 甚至像Meta 我不知道大家观众没有 有很多 它们也在做自己的加速设备 那 这么多的这些加速设备呢 当然是好事 因为你可以根据你的选 需要去做选择 你的这个部署环境 你的这个成本 你的性能需求 去做选择 但是呢 它给你的用户的 一致性使用 带来了挑战 毕竟这些加速设备 架构是不同的 它是一构的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网上再看看 上面的这个软件平台 比如像这些Framework 大家会用TensorFlow 会用Pytouch 什么Onix Cafe MaxNet 有很多很多 那也加剧了这个问题 那在这种条件下 我们在生产环境里面 往往我们就希望 拿到最好的性能 现在就变得很困难了 那针对这三个基本问题 我们也去看了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在关注这个问题 或者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特别是还能 Allow这个CliveNative 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平台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现在还是 从这个平台开始说吧 因为平台是基础 我们看了很多平台 但后来也看到锐 为什么看到锐呢 因为这个OpenAI XGPT 都是在锐上去做了 我们去看了 但是当你深入了解锐的时候 你发现锐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平台 简单来说呢 锐是一个Python FORST这样的通用编程式框架 其实它是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的 不光是机器学习 只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事呢 大家就认为啊 就它背景就在机器学习上 所以我们往往把这个锐呢 称之为针对Machinelling的 这样一个灵活的分布式 这样的一个分布式Python 这样的东西 那这里我从它的Github 就是Project GitHub上 去拿到一张图 你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会看到它有Data Train Tune Sell Sell 就是推理 你会看到 它会包含所有这个机器学习 Pipe 11的所有部分 你的这个数据的预处理啊 然后Training 然后进行Tune 然后最后去做推理 很完整 是这样的平台 而且实现了分布式计算 那但是它是否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解决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 我们就往下去看一下 首先说一下 关于增加机器学习呢 少不了跟这个Sell 就是推理相关 跟Training相关 有这样的部分 我们都会后面一看一看 我还是先说一下 这个跟Kubernetes的集成 这个稍微好说一点 因为Ray它本身有自己的这个Cluster 一个所谓的 我要称之为这个Native的Ray Cluster 往往它部署一个Head节点 或者还有若干那个Work节点 去执行任务 其实单节点 那Head节点 也是可以执行任务的 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它跟Kubernetes是怎样结合的呢 它有一个Kubernetes 这样的一个Project 实际上它是一个open source的 这个Kubernetes的operator 那它呢 就是帮助你简化播出Ray的应用程序 到Kubernetes 换句话说 它会帮助你刚才我提到的 NativeRay Cluster 到这个Kubernetes上去 它定义了三个这样的一个CRD Ray Service 还有Ray Job Ray Cluster 那Ray Cluster就是你看Ray Kubernetes它要管理这个Ray Cluster 生命周期 创建删除扩展 然后呢Ray Job 那Kubernetes就是通过Ray Job 去创建你所需要的Ray Cluster 然后当它ready的时候 我提交你的照顾 当它完成的时候 我去创出这个Cluster等等这些东西 那Ray的Service呢 包括Ray Cluster 还是Ray Server呢 主要主要关注的一些东西就是 高可言性啊 零档机的这些东西 这样的东西 所以呢 从这点来说呢 那个Ray 可以支持这种Kubernetes 它不但支持这种on-prime的Kubernetes 它实际上还支持Cloud 你看最下面一行 提了EKS GKE EKS 如果大家熟悉的话 这就是主流的这些Public Cloud ProAd 所提供的这个Kubernetes 安证 它都很好的继承 所以呢 关于我们刚才提到问题最后一点啊 它确实有这样一个支持Cloud Native的 这样一个平台 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关于增强机器学习呢 我们再需要去看一下 那么先说这个Ray Train 那Ray Train呢 就是这个分布式Training的这样的一个Library 通过右边这张图 你会看到 它有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四个component 我列举在左边了 Training Function 还有Worker 还有Scaling Configuration 还有Trainer Training Function 其实就是你定义的 这个运户自定义的 训练逻辑的那个Python函数 怎么去 怎么去 Training 一个Worker呢 就是执行训练任务的这个进程 实际上就是每个Worker要执行的 就是这个Training Function 有多个Worker会执行多个Training Function 这个Worker的数目就决定了并行度 那在哪指定呢 Scaling Configuration 会执行NumberWorker 还会执行GPU资源利用等等 然后Trainer的意思呢 就会把上面提到这个Training Function Work Scaling Configuration 有机的放在一起 一起去发布这个分布式训练任务 那这里我主要想提醒大家关注的是 你看在右上角 其实呢 任意Trainer 它是针对这些已有的机器框架 做了一个Trainer内的继承 你看它有那个Pytosh的那个logo 是吧 又看到Huggen Face等等 所以它的Training的本质的能力呢 还是Leverage这些已有的机器学的框架 这是个问题 Resolve呢 跟Rentrain呢 正好是对立的 关于这个Online的Inference 实际上就是推理这块 这样的一个Library 它自己也说了 我们也是这个架构框架无关的 TensorFlow也好 Pytosh也好 其他我们都做支持 我这里截取了一个片段代码 你会看到这样Reservive部署的时候 里面走一个TensorFlow 实际上还是用TensorFlow的API Load Model 然后还用TensorFlow API去做推理 实际上也是Leverage这些Foreign Work去做 而且它确实也显示的说了 我们不做这样 针对Model特定的这样的一些优化 它不做 所以呢 在这我现在就总结一下 回到我们前面提到的四个问题 Rentrain作为平台 支持Know Native 没有问题继续学习 但是关于增强机器学习 支持众多硬件加速设备 它靠的是已有的这些框架的支持 这些往往是没有的 所以需要我们去把它补齐 然后才能帮助我们 彻底地解决前面提到的那四个问题 怎么去解决呢 实际上在谈到那四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自己是想做一个 从零开始的这样的一个Foreign Work 确实就是问题 当时我们想构建的目标是这样 一个Cloud到埃者端的 一个能在Kubernetes上部署的 端端端的这个Machine Service 包含了两个主要的部分 一个是针对着Machine Service 这样一个CRD-based Accelerator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引入的特有的 这个Transparent Back Back的这样一个Celerator机制 去增强机器学习 支持众多硬件加速设备 关于第一点呢 我就稍微提一下 其实我们也看到 我们是利用Open Source的一些组件 并扩展 像这个NFD Node Fisher Discovery 去帮助我们找到你的这个 Device 进行一些过滤 然后呢 部署各个Vendor提供的 这个Device Plug-in Enable 这样的环境 然后结合Node Select 还有Scheduler 完成一个基本的逻辑实现 那关于这一部分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Leverage Rate 或者做一点点增强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部分 在增强机器学习这块 我们怎么增强机器学习 实际上我们利用了 这个Graph Compiler 图编器 什么是图编器 我们可以这样画风一下 这个机器学习软件 从上就是我前面提了很多次的 这个Deep Learning的Framework TensorFlow PiTouch Onist等等这样的东西 提供大家这样的一个接口 最往下呢 会有这些Device Driver 或者是Library 甚至这些2K的 帮助你真正去operate 你下面的硬件加速设备 那在中间呢 我们把它叫做Computation Graph 然后呢 我们Graph Compiler就在这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的目的是帮助你去优化 Pass Over 这个Computation Graph的 这个Forward也好 Backward也好 进行优化 而且它会从不同的Level进行优化 举个例子 Graph Rewriting 或者非诱人 或者是往下可以优化的 使用Memory 读止Cache的Miss 或者并行化的处理 等等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措施 总之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以后 它就把你Computation Graph 完美的贴合Map 在你下面的硬件加速设备的 这个operation 实现了一个优化 加速 那主流的这个Graph Compiler 有这么一些 比如像TVM 英伟达的Tensor RT 还有这个Intel的 Umpel Vino 或者AMD Rolecom 或者Zilinx FVC AI等等 大家可能或者或者 应该听过一些 我简单概括一下 就是如果它是Open Source的 这样Graph Compiler 那它就会中性一点 它就会支持不同版团的 这个硬件加速设备 如果是Vender自己提供的 往往它就会 Focus在自己的 硬件加速设备上 这个很容易理解 而且性能相对来说 要比其他的好一些 那是这样的状况 那我们确实也是 Library这些 已有的Graph Compiler 去进行一个 硬件加速的优化和提升 但是我在这里 想提醒大家的是 这些Graph Compiler 相对来说 它就相当于 第三方独立的 这么一个软件 你要使用它 你得部署它 你得知道怎么用 更重要的 你要显示的靠它的API 才可以 这是问题 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确实也是 刚才我说的 我会把这些Graph Compiler Enable这些 几楼的机器框架里面 去增强学习 增强机器学习 还有支持众多的Ego加速设备 但是我们把它做成一个 similecy 这个无分能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design 构建这样一个 Sign System 前两点 一个backend automated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是希望把它 做成自动化以后 不会因为我们 引入了这个Graph Compiler 不会因为 引入了我们的实现 你需要显示的靠 这个Graph Compiler API 你要显示的靠 我们的实现 不需要 最终的目的是 no code change 你原来跑在 机器学框架上的 这个机器 拿来就能用 但是能支持下面的 硬件加速设备 而且能拿到最好的性能 这是我们的关键 那后面的这一点 想实现一个 统一的这个 servarch texture 那是因为 希望支持更多的 这个机器学框架 支持更多的Graph Compiler 这样的一个目的 怎么去实现的呢 先简单提一下 那我们引入了一个 独有的interpol 那这个呢 会帮助我们去拦截 你所部署的 机器学框架的API 那然后呢 我们刚才也说了 我们会把这Graph Compiler build in 这些机器学框架里面去 进行自动化操作 然后拦截连接起来 完成这个目标 我下面用这张图 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这是相对 high level的architecture 现在架构有点变化 但是呢 基本逻辑还在这 我画了很多block 就像逻辑功能的划分 那么咱们先看中间 这个computer node就好了 最往下 你会看到一个system agent 我首先部署一个agent 它会帮助我收集 你硬件平台的 一些configuration的信息 当然你的硬件 加速设备是什么 然后我们会收集你的CPU 你的memory 我们都用得上 CPU我们还会关注 你上面的一些指令级 比如说有时候 我们会用CPU的一些指令级 去做加速 像英特的这个AVX AMX等等 去收集起来 根据这些收集的configuration 这些信息呢 我们的这个manager 会适配一个 你的backend graph compiler 默认呢 我们用这个tvm 为什么 因为tvm是open source 它会支持不同wind的 这个hardware 所以先用它好了 当然你部署的这个 音简加速设备 比如是invidadGPU 所以它可能支持tvm 它也可能支持 invidad自己的tensorrt 甚至别的 这时候你可以通知 我们controller进行一个 二次配置 选择一个你期望的 在这之后呢 我们会把我们的interpose 上面的部分 注入到你的这个 机器学习框架里面去 它会干什么呢 这时候当你再次运行 你原来的native的 基于你的机器学习框架的 application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在 run time的时候 拦截下来 拦截下干什么 你漏的model的时候 我们拿到你的model 进行一个compile优化 因为这些graph compiler 需要一个compile 然后生成一个 所谓的中间键 叫做intermediate repetition 放在那 当你做推理的时候呢 我们再次拦截住 用刚才precompile的 这个graph 这个中间键 然后对你的输入 做推理 把结构返回去 是这样的逻辑 其他的部分呢 还有比如像 对这个precompile的 这个中间键 进行cache和重处 方便你快速的使用网 大概是这样 逻辑是这样 那我对其中 interpol的稍微再做解释一下 因为实际上 大家如果听出来 它是最关键的部分 那正是它 在run time的时候 帮助我识别 你部署的机器学框架里面 我们需要感兴趣的API 拿到那 然后呢 把它redirect到 我们backend的handle的 那里面有我们想做的 这个 封装在这个graph complet的一些操作上去 就实行一个自动化操作 我这呢 举个例子 以TensorFlow为例 Python和C++分别说一下 TensorFlow Python 我举个例子 下面用Keras 你看大家如果写过这样的一个推理程序 基本上是靠 Keras的model.load model 去load你的预训练的model 然后再靠你的model.predict 去预测你的这个数据 是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采用一些tips 然后在run time的时候 让load model 原来的load model redirect到我们自定义的这个load model 原来的predict 走到我们 dizign的predirect 这里去做 做些什么事呢 在我们load model 走到我们load model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拿到你的这个模型嘛 对吧 拿到模型以后 我们要做一个自动化解析 我们需要知道你模型的 比如说input的name input的shape 还有up的shape 等等这些信息 因为这些graph compiler编译的时候 它自然需要这些信息 现在我们要做自动化处理 我们自然要自动化的解析这些model 然后呢 拿到这些信息以后 我们就可以靠graph compiler 自动编译成这样适配 你现在印象加速平台的一个中间件 放在那 那下次你叫predict的时候 我们也走到了我们的predict 我们这时候就拿到 我们刚才precompile的这个中间件 然后对你现在输入的这个真实输入 进行推理 把结果返回去 这也反倒了一个框架 也就反倒了你application 你会发觉整个过程都是透明的 用户不需要感知的 不需要做任何修改 那C++的实现也是差不多 C++本来tonsiflo自己是支持C++的 但是这样用的比较少 我更想用这个tonsiflo 7 这种在生产环境里面 常用的model 7 system去做例子 它本身上也是C++ 所以C++的目标呢 跟我们下面predict是一样的 拦截然后自动处理 是吧 但是实现稍微有点不一样 因为C++的时候呢 我们就得去找到这个 AI application的这个内存 找到那些api接口的地址 然后在那里注射一些代码 确保它能跳转到我们的 寒导的里面去 做一些处理 相当于是在hijack这个AI application 无论如何 我们对python C++所有这两种语言支持呢 都做到了实现 那接下来我就用Demo 大家去看一下 那我这里前两个Demo呢 是tonsiflo server 和tonsiflo server 在gpu上的时候呢 用backend tvm加速 然后呢 第三个呢 就直接跑到ray上 一个pytouch的例子 跑在gpu上 用tvm做backend加速 在ray上的环境 先看第一个吧 这是tonsiflo server 我上面有两个 这个terminal shell 上面呢 我就先看了一下 我这个host的环境 我有一张这个 比较低端的显卡 在这的演示是够了 先看它一个状况 之后呢 我就直接去 用那个tonsiflo server的 docker image 去取tonsiflo server 就这样起啊 跟正常起 没有什么区别 就好 这个启动过程中呢 然后呢 我就会知道 我的backend的那个server 也就起来了 它会看 你现在是用的gpu 那首先我知道 你用的设备是什么 稍微等一下 我记录比较慢 你看我们这个server是起来了 然后待会我知道了 你现在是部署在gpu上 没有问题 我拿到的设备 是吧 然后呢 这个问题完了 剩下就是下面 这个tonsiflo server 它进行推理的时候 这个例子呢 它是用了两个标准的api 第一个api 是要传一个wai文件 这是干什么呢 其实tonsiflo server 这个wai文件 就干了两个 干的事就是 它里面包含 你所要用推你的那个model 还有部署这个model 所需要的一些configuration 其实对我们关键的 就是说 你要在load model 好 你看我在上面的时候 掉了一片的时候 你看我在我滚动 因为我就拦截住了 你跟load model这个操作 自动的拦截了 然后呢 我就对model进行解析 右边一会 你看打印出来一串数据 我就知道input name 还有input shape 比如说13 224 224 不需要你填 那我就知道了 好 知道以后 我现在就可以结合 gpu 还有这些model的信息 compile就好了 那就会生成一个 这个graph compiler 就是它的中间件 TVM用的叫 TVM relay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编译过程 大家看到可能有点时间 但是大家要记住的 这是在load model的时候 它并不是在你做推理的时候 所以呢 做推理的时候是在加速 load model的时候 是额外有点开销 这个时间呢 跟你环境的配置 还有你的model大小有关系 但是就是想 一直想强调大家的是 这是load model的这种时间 并不影响你 这个推理的时间 大概经过一段时间 这个API执行成功了 Native的API执行成功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像往常正常一样 你用API去做个推理 这里面用了一个model的图片 应该是 刻了一下 然后识别 很快也就识别出来了 然后在右边呢 我用红色 也显示打印出来 你会看到 其实在用TVM graph compiler 在做这个推理 并不是用这个touch server 里面touch机制 在做推理 所以从而实现了 吸气学习的增强 下面一个例子是touch server 差不多 我这 前面 因为这些video都是单独录制的 前面都是在检测环境 没什么区别 然后呢 完了以后呢 我就像上次一样 最后呢 起的是这个 用touch server的这个 docker image 去取touch server 就好了 这个起动的时候呢 稍微跟上次不太一样的是 第一它启动的时候 它就已经在挂载model 然后呢 还想说一会儿 上面可能打印出来一些地址信息 为什么呢 我刚才说了 touch server server 它是C++ base的 所以我要找到那些memory 那些那个API的入口地址 我都能找到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直接注入代码 确保它能跳转到 我的海脑的里面去 在这已经实现了 刚才也说了 这个例子的启动过程 实际上在load model 那我们也能拦截住 无所谓 你是后来load model 还是挂的 启动时候挂的model 我们都能找到那个API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再会看一下 会对model有一个解析 差不多看到 你看我打印出input up的一些信息 一对一对一对 然后呢 另外这个信息 我现在要开始build 这个tymrelay 就是它那个充电键 也是自动化build的过程 待会这个build的过程 你会看到 其实tym它也是利用了 一些酷进行优化的 对就看到打印出乱七八糟 tym在靠一些酷的酷 在推理 反正这里呢 还是想再次听大家说 这都是在load model里面 花了一点时间 在compile model 而且就是不影响推理 而且是想说的是 compile一次 下次的时候就没有 这compile的过程 因为我已经有 预编的tym的relay 下次直接就load就行了 所以非常的坏 花了一段时间 然后你会发现 你看我compile成规了 有个relay的.so 放在那 跟上次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自己伪造的一个数据 先进行了一个推理 进行一个预热 这也是比上离子 有一个进行的提高 好 这部分完成以后呢 我再看下面的特别的摄像 这次我跟上次不一样的 我就不要显示的靠API 我直接run一个python rednet的python脚本 我这里面也go through一下 我并不是想看里面 大家这个逻辑 怎么树立 树立 是想让大家看 你看里面 我没有import任何 这个tvm的module 也没有靠什么tvm的API 也没有靠我们项目的API 什么都没有 这个python脚本 你放在别的框架上 别的机枪也能运行 只是放在那 我们需要的增强 所以是no code change 就体验在这 运行完了 它会做五遍推理 你会看到我上面 也拦截了五次 在我tvhino里面 都做了拦截 做了一个加速的处理 时间也打印出来了 这是TunesBlue7 接下来就是 锐 在锐里面怎么运行 其实在锐里面运行很简单 你想了 刚才我前面特意强调了 锐实际上是 Leverage这已有的一些框架 我们既然能跟这些框架 无缝衔接 那跟锐 那根本没有问题 这个我是 也跑这样里的 左边跑完了 我只是屏幕拉了一下 首先起一个backend的这样 我server在这边 你以为你看 我从官方网站找了一个 他们推理的锐的一个程序 就是锐的 没有做任何修改 我就跑 跑的过程 你会看 我跑的时候 实际上 我是一样还是能拦截 刚才我想拦截的地方 比如漏洞包的时候 做猫头解析 现在就是在这个过程 分析那些input shape 再自动分析 分析完了以后 还是重复那些步骤 自动编译放下来 然后当锐靠predict的时候 我也拦截住 就用刚才预编的中间 做推理 也是一样的 自动化完成 无分 对这个大概是这样 那就到这 再做点总结 我们之前实现的这部分 关于增强机器学习 有加的设备 实际上我们支持了 一些主要的机器学框架 TensorFlow PyTouch Onix 还有TensorFlow 7 Touch Server K-Serve 也没有问题 Rate 刚才给大家展示了 我们把刚才前面列举的 那些主流的graph compiler 都支持起来了 TYM OpenVinal TensorRT VCR 等等 也正是这些众多的 这些graph compiler 帮助我们支持了 Ego的加速设备 下面列举的一些 像英伟达 AMD Intel的GPU 或者ZLinx的IPJ 还有其他CPU 其实还有好多 我这列举的 只是我们验证过的 其他的因为有些条件限制 我们买不到 拿不到 我们想验证 但是我可以说 只要这些graph compiler 能支持 我们就能支持 我们并没有引入 任何的称职 说是改变graph compiler 不能支持什么东西 相反 还有发展 我们实现了一个 潜在的有利数 也许你当时装的 比如说 你在用TensorFlow TensorFlow又不支持FPJ 你原来框架不支持 因为通过我们以后 我们就能支持 硬件加速设备 比如说这FPJ 因为graph compiler能支持 所以某种程度上 也帮助你 framework 也支持了这些 Ego加速设备 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支持了Ego加速设备 上的增强机器学习 完全是自动化 前面讲的很大的片段 都在推理上 那training上 我们今年也是做一些研究 当时刚开始 并不是太多 主要的这么几个 三个方向有一个 就是很多Wander 它实际上提供了 这些community framework的一些extension 通过这些extension 然后去帮助你 适配到它的一个 硬件加速设备上 但是这些extension 还是跟我前面提的一样 你总是要去改一个代码 不是拿来直接用的 哪怕改一行代码 你也是需要改的 或者还是 你还需要装什么 新的这些framework 才能支持这个extension 那我们做的呢 同样的机制 interpose担截下来 把所有这些东西 封装到背后 你什么都不需要取杆 那直接就能加速 直接使用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两个优化的training 是一个rapid 还有deep speed 就简单来说 它是一些deep learning 优化的一些 从那个data frame也好 或者算法优化也小 我们也是希望 把它这些东西引入进去 然后增强这个 继续学习 那个training的这个增强 但是做了一个简单的 这么一个实验 关于data process的这个优化 因为你看大家 如果做这training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的数据总会在这个CPU和GPU之间 来回要切换 有这样的开销在那边去 那我们就在想 如果你的GPU 你的资源足够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在你training之前 就把数据放到GPU里面去 把这份开销减量了 通过我们的interpose 也是可以实现的 我这里我不知道怎么控制 对在运行 对我首先你看起来我们backend service 然后呢前面 你会看到这边tensor 我实际上是 这是在native的 它一个训练Bot的一个python脚本 我之前显示的 把它在数据处理 load的时候打不出来 打印出来 你会看到 我在不做任何修改的情况下 布兰的情况下 它的那个data呢 是放在CPU上 因为你看不到QDA任何的影子 然后我们就用这种native的方式 先tree一遍 大概是在4分11秒 我看不到这边的 这边看不到 反正就是 如果不做任何我们这个拦截去预先漏的数据到GPU上去 然后他自己原来的修炼那个四龙的话需要的时间是3分 应该是11秒左右 然后呢第二次的时候呢 我就会把它拦截起来 会提我们这个service 这时候 这时候你像我在打印春色的时候 你会发现后面跟着device枯打零 那我实际上在他春景之前 我把他数据已经扔到这个GPU上去了 这时候我们还是按照那个逻辑再走一遍 你会发现最后的时间大概是3分06还是07 快了4秒钟看上去很少 但是知道我主要是想讲两个意思 一个是使用我们的循环次数数据就比较少 才是4次 然后也没多少数据 你想如果你训练的这个次数越多 循环次数越多或者数据越大 那这个然后提升就会很多 另外一个呢 主要是想衍生大家 即使在training里面 我们的interpose也可以工作 我们完全可以实现 把我看前面说的repes这些东西 放到里面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提升 单位就放这 差不多是最后吧 就是我们接下来会做些什么 那前面还就是那 我们主要的实现都在influence 然后呢training了只是刚开始 做的并不是太多 那希望呢是今天把这个部分呢补齐 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个呢还想考虑的 就是AR这个Headware Fraction Sharing 什么意思呢 就像比如说你要用GPU 我们希望能给它切片 然后sharing 为什么呢 因为GPU的这个利用率 其实还是有问题的 就是正好前几天我在公司那边也讲过 我看过一个paypal上这么写的 一个是它的低利用率 它会说20%的GPU在生产环境里面 它的显存才是真正使用超过了50% 然后只有10%的GPU 它显存利用率才超过真正的80% 对吧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问题 一边是这个GPU很贵 大家现在知道 一边是这个算力昂贵稀缺 一边我们的生产环境里面 确实没有真正的 有效的利用这个GPU 另外一个还就是那个空载率 平均空载率 那另外一个图它上面写的是 你看 你request的GPU的数目越多 你会发觉它真正运行工作的时候 空载的时间也会越多 也很容易理解嘛 因为你满腹的运萨的时代 它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满腹的运萨 那这个时候呢 你GPU利用资源就是确实很低 我们希望能把GPU再切一下 切得更小一点 然后呢 结合调度器 这样的话会提升它的利用 这个有demo 今天就不展示了 因为也是刚做完 不好意思退出来了 实际上就是跟那个多用的那个集成嘛 因为现在多用也是一个趋势 我们主要考虑一件事情是 对一个organization的时候 你的GPU资源有可能不光是在on-prem 你有可能在cloud上去租用 不但在一个cloud上去租用 有可能还在不同的cloud上去租用 那怎么才能有效的一致性的使用呢 我们希望能做一个GPU as a service 这样的话 你无论你的GPU资源在哪 我们会统一的管理起来 交给你使用 这也有实现 总之这些部分呢 我们希望完整能继承在锐里面 这个我觉得今天下半年也可能会去展示更多这方面的东西 但是关于增加机器学习 现在的就是刚才我介绍的那些 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那个 还有时间吗 反正如果没有时间 那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找到我 或者是email找到我 或者现在交流讨论都可以 谢谢大家 老师你好 就是刚刚您应该是 就是这里面最核心的是这个interposer是吧 就是怎么去hijack这个 各个这个框架的一些关键的函数 然后我不是很理解这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或多或少 要么就是在用户层面去修改用户的代码 要么可能就是在框架层面去修改代码 就是您刚刚提到 就是具体是在哪一个层面做的 就还是分两种语言嘛 就是python和c++吧 python语言其实很简单 那我们我觉得有这么几种方法 一个是确保你在python运行的时候 首先运行我们的一些代码 在那些代码里面我会告诉你 你要load我们一些model 然后model里面我会指定一项 类似于这种monken patch 你知道吗 对对类似这样 所以就这样一个逻辑 首先要让它确定 你每个python运行的时候 要走到我们的这个model里面 去enemble一下monken patch 这样的逻辑 其实还有别的方法 我大概有这么三四种吧 这是其中一种 另外一个就是有些package 直接装了以后 它就直接可以影响python的运行逻辑 比如像是你可以修改 这个python运行的profile 自定义自己profile 都可以 都可以实现 这是一个 关系c++稍微就复杂一点 那我刚才说了 你因为需要知道它的那个memory 你API在那 那我会去hack 你的这个就是 劫持你的这个AI application 那我会通过symbol 找到我关心的一些API在哪个位置 那我在前面呢 会注射一些代码 举个例子 简单的说 x86也好 arm也好 做一些跳转指令 然后呢 我会把我的一些处理 也会漏到在内存里面去 然后让它从这原来的进口进去 然后呢 进行一定的判断 然后jump到我的那函数里面去 做处理 处理完了 然后再jumpback回来 然后就再出去 我不知道这样解释清楚吧 OK 我大概理解了 好谢谢 铁军老师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咱们这块这个往南和往北的 往南这个适配不同的GPU往北呢 就劫持哈 这块的逻辑 感觉应该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那为什么要跟ray有绑定的关系 那ray他本身是更多的是帮你做五感的分布式 那我就觉得这两个好像是比较独立的 为什么他会再混在一起来聊 最开始的时候 你看我们项目里面也没有谈ray这个设施吧 最开始我们项目里面 也是我们当时目的是也是考虑到 就是只要我们支持这些主流的 这个deep learning的机体学框架 tensorflow也好 pytouch也好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呢ray现在在我们公司内部外面 用的都非常普遍的这样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要塞进去 对 要塞进去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希望增 你看我是vm的 我们要考虑基础架构的这些优化 怎么快速方便有效的 使用不同的硬件加速设备 那既然ray部署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去 那我们就需要把ray增强这个分野加进去 这是我们这个出发点 那你说你把它拆开 其实可以没问题的 所以他会是ray这个project的一部分还是说 它是单独的project 我觉得会放成一部分 因为我这里面还没讲schedule来的事 你看ray里面它要是跑funkers的时候 你需要显示的设定 你需要GPU 需要多少 是吧 time sharing这些东西 那现在这些意见 Ego加速设备加进去 这些机制显然已经不够了 那我现在workaround的方法实行的时候 我不指定GPU 我就指定CPU 然后我直接去探测下面的设备 这是绕过去的 但是将来我说如果是完生或者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需要在这里面加上 其他的内部也好 或其他的一些实现也好 主动的帮助ray去实现这种不同意见加速设备 这个是需要做的 然后schedule那里面 现在它也确实没有我们这个hardware rware的这样的schedule了 那这部分也是需要我们去加进去的 至少在我这个怎么说呢 在我这个期望要解决的问题呢 是需要实现这些东西的 这是一个 好的 那第二个问题是 咱们底下支持了这么多 虽然咱们可能不太关注国内的这块 但是国内也有很多的新的这种国产卡 那咱们会去支持这些 什么卡 就是XPU各种各种不同的硬件加速卡 这没有问题 其实就是我刚才前面强调的 就是说只要有graph compiler 我就能放进去 对吧 我实际上其实前面我做过Risk5上的 因为Risk5现在也做GPU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他们GPU的实现往往都是 我自己提供一个graph compiler 他画了图的时候上面说 我上面支持这些机器学框架 下面然后通过的graph compiler 什么library 就支持我的一个risk5 base的什么硬件加速设备 是这样讲的 他那个实现的他不是说 你在tensorflow上写了一个tensorflow的程序 然后就直接就可以访问下面的硬件加速设备 Risk5的 他不是 他实际上是说 我支持的是Risk5的这样 base的training出来的model PyTouch是training出来的model 可以通过graph compiler去运行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 回到你刚才的问题 像这种XPU 包括Risk5这样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通过IH放进去 我只要做的事情 一上面跟这些框架拦截的这些东西都不需要做修改 我需要做的是要找到它的graph compiler放进去 而且这地方其实有很多的challenge 因为你知道 这graph compiler它不是说 我拿到输入扔进去 然后它就能出入结果 然后再返回给你 不是这样的 你原来的推理的输入 然后需要做一些处理 pre-process 然后才能到它graph compiler里面去做处理 处理完了 它的post 然后结果呢 你又不能直接图个框架 框架跟你格式可能会不一样 然后你又还要做一些处理 修正一下 然后再扔出去 这样才能实现自动化 还有的一种情况 就是一些graph compiler 它优化的时候 它比如像用一些 我要怎么说呢 它需要压缩 还需要量化 你知道这些东西吧 那这时候它需要一些样板数据 它拿到模型以后 它需要一些样板数据 然后做一段处理以后 我这才能优化出来 这时候怎么办 我不能说 你现在要用我的项目 你先给我一些样板数据 我帮你一句话 也不可以 那这时候我实现一些方法呢 我会根据模型 刚才分析一些参数 构造一些伪数据 现在我是这样做的 比如说FTV 我就这样做的 然后呢 然后用这样构造一些样板数据 进行一个量化 然后呢 结果也还可以 就中间那些参与力量还是比较多的 谢谢 铁军老师问一下问题就是 但是咱们这个Yellowstone它其实底下对了很多不同的GPU 它每个GPU厂商它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compiler 包括软件站嘛 然后咱们这个实现方式性能会比它持平还是往上升 其实每次都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首先呢就是这个性能不是我来做决定 因为我们是利用Graph Compiler本身这个加速的性能 那回到Graph Compiler对它加速性能 首先肯定会加速 那加速的程度呢 依赖于你的模型还有加速设备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一般我看到的是30%甚至两倍三倍都有 不同的模型它的体验不一样 这是Graph Compiler本身对这个加速设备进行的提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用把Graph Compiler引进来 它自然不会 虽然会比那些native的framework要加速的很好 这是原因 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有考虑什么 是不是我们引入而而在这个开销了 影响它性能 那我们做些测试并没有影响 因为像Pathol呀C加1号 你看我是在run time的时候 举个例像C加的时候 我是在它的入口记者写了跳软弹嘛 就可能一两行三行四行这样的一个跳软弹 把跳软弹然后处理一下 所以呢 基本上是原来Graph Compiler是什么样性呢 我们就是接近这样的性能 百分之九十九是这样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看你之前工作都在推理测嘛 推理测我好理解 这个工作相对来说是目标很明确的嘛 就是要把这个速度提升嘛 但是一到训练测 其实我觉得这个挑战就比较大了 因为你训练测你要解决跨节点的问题 这是个好问题 所以我们training也是放在后期才做的 也是想利用这个锐的这个分布式训练架构 看能不能做一些 目前呢我觉得我们的实现的就是我刚才提过那三点啊 是利用一些算法优化 像那个Rapid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指教 他会做一些东西 我们想不想把这些东西 他就怎么说呢 我们的实现是希望把这些能加速机器学习训练的东西 引入到我们这里面做成透明化 那如果这些你说额外的是不是需要我再实现一个增强机器学的方法 目前还不是我们的重点 没考虑这块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也在做相关这个工作 就是做拦截嘛 Head check 然后再把这个请求把它Forward到远端去执行嘛 就是类似远程交用的技术 但是我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像Tetherflow 包括PyTouch 他对他的这个酷含数 包括他的引擎都有基于Fightbin的一些压缩和加密 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们现在还不会碰到那个问题 因为你看我是在Tetherflow上面的这些high level的API 你比如像load model 那个时候我们就停下了实际上 他在往下面做这种处理我都不做 load model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要拿到那个model 然后叫graph compiler 我叫graph compiler做的事情 我们要帮它自动化 那自动化怎么实现呢 我要解析毛肚就好了 刚才我演示那边这些东西 所以我不会碰到你刚才说的一些问题 你不会对CUDA函数进行劫持 哦 没有 这CUDA函数其实就是涉及到另外一个 刚才最后提到那个第二点说 啊 GPU这个Fraction Sharon里面肯定会碰到这些东西 但是呢 我其实正好上周也是做了一些实验 因为如果用这个API的这个 forwarding啊 或者是remoting 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 你知道因为它是B圆的吗 是吧 你这个东西更新换代 在跟不上太难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难截推一下 所以我就把它推到这个Python的角度上去 我不要去处理私下架 这可以绕过一些问题 这首次 我也实现了 简单的就是说把GPU分成0.1 0.2 0.3 在Python的角度是可以做的 但是如果你说有些GPU的高级Fature 能不能做 甚至是算力的这个风格 可能我觉得是绕不开下面的底层的 对 谢谢 好 谢谢大家